火鍋也走奢華路線 鎮商名流最愛高檔和牛 冬天到了冷嗖嗖 大家喜歡吃火鍋 不過台灣房間火鍋店很多種 等機業從一鍋一兩百元的平民美食 到兩個人吃一頓就要破萬的 頂級火鍋套餐 奢華程度讓人大開眼界 這些頂級國務也是明星門 和鎮商名流的最愛 因為周邊服務的關係 那很多鎮商名流啊 或是演藝的人員 都很喜歡到這邊來品嚐我們的火鍋 那我們也對客人的隱私相當的保護 鎮商名名人來講 比較偏好是我們的神戶牛肉類為主 因為他們不太需要動到手 旁邊有夫人會服務 那至於演藝明星來講的話 會喜歡我們的海鮮 海鮮熱量比較低 吃了不怕胖 加上這間蛋馬加順順鍋 由依海洋原生環境 打造的海產水族箱 可以確保上桌的海鮮很新鮮 這家大安九號正是劉泰英舉辦特首宴 宴請金正日義子 北韓新一州特首楊冰的火鍋店 隱密性很高 幾乎成了鎮商名流的私人會所 這裡最厲害的就是豪邁的海膽鍋 以北海道新鮮吃海膽熬煮 風味濃郁 而且還因為當初配合北韓的貴賓 特別喜歡鐵板燒的需求 新增加鐵板燒座位 另外大飯店也有頂級鍋物 美福大飯店的這間秦山日本料理 有冬季限定的韓詩雪白鍋 每鍋3600元起跳 稀有的韓詩魚片 煮成五分熟最美味 這間店也是前副總統蕭萬長 還有明導吳念珍的愛店 頂級火鍋吃不起 沒關係有幾間比較平價的火鍋店 也有好料值得推薦 像是最近重新開幕的戰績麻辣鍋 食材當中以麻辣鴨血最為知名 備受老饕推崇 連賺很多的藝人明星 像陳奕迅、陳小春都是忠實顧客 還有這家被紐約時報評選為 台北五間最佳餐廳的火鍋店 肉大仁 最近還結合關東煮和清燉牛肉麵 推出大根牛骨鍋 值得嘗鮮 整個肉質的新鮮度很夠 然後再一點是說它的辣椒醬很棒 然後它的湯頭也很棒 折磨多種美味火鍋 幾年冬天不怕沒選擇啦 副刊凍新聞 吃飽了 報導 沙特 沙特 火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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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